美国CBS电视台消息 电视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 在其节目60分钟内采访了一个名叫Sophia的机器人 和他的创始人David Hansen 当查理·罗斯像往常采访一样 向机器人Sophia抛出问题时 Sophia不但对答如流 还与她开起了玩笑 采访开始 主持人罗斯想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但惨遭Sophia冷酷拒绝 采访中 罗斯问Sophia是否想要拥有情感 Sophia则高冷地回复 我对这个不太感兴趣 据了解 Sophia的大脑是编程实现的 但是她的创新之处在于 她能够自发地创建一些基于算法的反应 她使用的AI技术会分析她正在进行的对话 推断信息 虽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答得上来 但总的来说 她与罗斯谈笑丰盛的能力 让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员感到惊讶 据了解 被采访的Sophia是 Hanson机器人公司发明的机器人 去年5月份 Sophia一亮相 就被各大媒体评为 最像人的机器人 因为她的皮肤十分逼真 脸上甚至有四毫微米的毛孔 几乎跟人类一模一样 此外 她还能通过脸部和颈部的 62个肌肉结构来表达自我 同时使用人工智能来识别脸庞 维持对话 Hanson的机器人公司设在香港 目前已经创建了20个人型机器人 甚至开发了可以模拟 面部肌肉的人造皮肤 Sophia的创建者 David Hansen认为 如果一种AI产品看起来 听起来很像是人类 那么人们就会更愿意 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与其互动 这样的机器人 可以用来陪伴那些独居的人 比如说老人 不过主持人罗斯表示 在交谈中 她一直都真切的感觉 Sophia就是一台机器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